用真诚专业的对谈,对抗时间 时代越碎片化,我们越需要完整的灵魂 关雅迪开放对话是由电影人关雅迪发起的一档对谈视频播客节目 也是国内独具一格的个人表达空间 希望能在这里能够聚集有趣而完整的灵魂 节目遵循五部原则 不欲设立场,不可以制造冲突 不可以迎合流量 不煽动情绪,不剪辑 下面这段开放对话是我与电影导演大鹏在我家中录制完成 大鹏是一位导演、演员 电影导演代表作品有尖炳霞、缝纫机乐队 2021年1月29日 他的第三部电影导演作品即将如意在全国公映 他作为演员出演过众多国产电影 其中2017年凭借冯小刚导演的 《我不是潘金莲》获得亚洲电影大奖最佳男配角提名 同时他也是中国互联网蛮荒时代的内容开拓者 2007年创办互联网脱口秀节目 大鹏嘚嘚嘚嘚 持续播出600期 2012年自导自演网络剧《屌丝男士》系列 累积播放量超过45亿 快速介绍一下本集开放对话的鸣谢合作方 他们是外星人运动饮料 多种口味的能量饮料和电解制水 国际高端家电品牌卡萨地 奔跑探索世界美好 我的人生阅历 还要感谢战如文化和凤凰联动出摆社 我们需要源源不断的能量与智慧 来滋养你我的日常生活 也需要能帮助我们 释放想象力的舒适居住环境 谢谢几位合作伙伴的支持 在这一集里 我们可以听到一位有才华的电影人 亲口讲述自己在电影行业成长经历和感受 听他讲述《吉祥如意》 为什么对他是一部具有特殊意义的电影 以及从创作之初到电影供应时 他内心巨大的改变 大鹏也谈到了他经历了 怎样的连续几年的陡峭的成长 还谈到原本已从2015年 就不再从事主持相关工作的他 为何在2020年决定加入演员请就位 担任主持人 我们都希望在现在特殊的大环境下 通过真诚的对话 能够让人和人之间的精神连接 变得更加紧密 对于我个人 我希望通过这档视频播客节目 向一位外国友人表示致敬 他就是在过去几年里 我一直非常喜欢和关注的 播客主持人 Joe Rogan 我也希望我的这档视频播客 关雅迪开放对话 像他的播客节目一样 能坚持多年 一直做下去 如果你喜欢本集内容 记得关注 点赞和转发 你可以在全网视频网站搜索 关雅迪开放对话 找到节目内容 纯音频版播客 也会在各大泛用型播客平台进行收听 谢谢大家 下面就是我和大鹏的开放对话 谢谢大鹏来到我们的开放对话 今天是第一这个角度 希望你坐着在我们家的客厅能舒服一点 有茶有矿泉水 然后有各种饮料 有能量饮料 还有什么电解质饮料 反正你热了你都可以 我其实应该运动量不大 对 用不到运动饮料 我是打算以后应该在这个环节 应该一上来 比如说本节目有什么 比如说单独的时间的仆人 当然这个完全没有广告 我就说什么赞助播出 或者这谁有哪个电脑配件 哪个赞助播出 然后我先捞到个一分钟的广告 会的 然后再再进入主题 这现在我们还没有 你可以现在也用 你就假装是有赞助 然后虽然他没赞助 你就说本节目有饱满汽车 苹果 苹果电脑 然后人家以为是了 然后商家就会主动的找你说 那我们也赞助了 我们也跟他们在一块 好就那么定了 一会儿几个傍晚时候张继老师来 我先编排一下 让张继老师 哇雅迪你全是大排赞助 这不行我要太赞助了 这朋友都不来了 说雅迪你靠这状态 太多钱了 是我们得有出场费了 你要对你要有赞助了 大家就说那出场费怎么算 我就说还是穷一点比较好 自在就好 这其实是对 我其实真的就想 我发现有一个问题是 在网上没有一个真正的 比如像咱俩自在的聊天 老朋友见见面 就是谈谈心 然后你拍了几部电影了 然后我看到你特别特别棒的作品 就那天咱也见见了 哇就想聊聊天 我已经发现要不就是都是媒体采访 那天小帅导演已经跟我讲 大家问的问题 其实就那翻来覆去几个问题 对 但是他又要做 但是我总觉得电影人或者创作者 他们有好多好多的表达 不一定全都说都清楚在作品上 或者说跟这个电影本体 就现在我们要聊 比如说最近我要上的吉祥如意 对 可能我们也可以跟他聊一点 不相关的事情 是的 但终归是统一的 因为他都是 都是你的东西 在想的事 是的 他终归是统一的 吉祥如意 这个我就随便聊 就是1月29号 你不是说了一个叫特别逗的 叫春运党 对 这算是你的首题是吧 其实是有一天 就是定了党期之后 那个史航老师跟我聊微信 他开着一个玩笑 他说 你这人家都是春节党 你是春运党 对 所以他不是我去创造的 因为那个时间就放在那 你没法创造 对 也不是我去发现的 就是史航老师 他觉得很有趣 他就说出来 那他说出来的时候 我也觉得很有意思 所以后来 就是在面对一些采访的时候 提到过 真实 就是史航老师 他经常精灵古怪的一些想法 而且你会发现 他不是一个固定的党期 每年春节不一样 所以说对吧 对 他不会固定在哪个周末 或怎么样的 对 但往年的时间段 确实是票房产出非常低 或者是说可以是最低的一个周末 你的这个片子敢往那放 其实就是说有的没的 我给大家做贡献 因为其实明年我听到几个老板都在说 2021年最大的问题 是可能到了五一之后不知道放啥 是吗 现在片子好像够撑到五一 就你国庆肯定有一堆 明年毫无疑问的 比如你可能反正这100周年 对吧 这肯定是一个大的纪念 但是中间暑期党最重头的 是片子不够的 当然现在还在传 我估计看大家是吧 着急忙慌赶紧上马 就是明年是这个问题 因为好多片子 现在不是因为今年的问题 就不敢开机 或者说马上要开的就停了 我其实还是在厦门那次看完了片子 我真的是之前只看到一些 关于吉祥的短片的几个推广 然后我其实都没仔细看 因为我知道我要去看 反正看完了有好多 那个时候在翻船 对 我在海上其实一上岸我就心还在 集中的 对 心还在这个电影行业里面 就还是学习观察 然后这我其实当然能理解 你想拍你奶奶过年的这个过程 这个我能理解 姥姥 对对不起是姥姥 这个我能理解 但是你去拍姥姥这件事情 居然是设计了这样的一个 很有导演思维这个构想 这个是怎么来的 这个是很不一样的 我怎么说呢 其实我是一个特别唯物的人 然后对很多事情就争取了解 但不是特别迷信 但是我知道其实我认识很多朋友 包括做这个行业的人 其实大家还是就很喜欢研究一些 就是很玄妙的事情 我觉得有些事情从结果往回看 你会发现它特别的具有宿命感 因为结果是已知的 然后你往回看 你觉得你在过程当中做的每一个选择 最终都让它抵达这个唯一的结果 于是你会反问自己 如果那个时候你没那么做呢 那么事情会变成什么样的 但是它又没有办法得到证明 是的 所以作用于吉祥如意呢 我想表达的就是说 它从此时此刻回过头看它的话呢 充满了各种巧合 意外 然后它让我有一种强大的宿命感 就是说它就是这样的 可能在你确定要拍摄它的时候 它已经就在那了 对 然后呢 你走过的所有的路 也许未必是你自己的主动选择 但它指引你到唯一一个终点 还是说回前面 我自己讲我是一个很唯物的人 但这件事情从结果的角度 它不得不让我时常在一个人的夜晚 在出差的某个城市 我回想起来 我都觉得它是非常特别的 所以我之前写了一个微博 我就说也许我还有机会 作为导演往下继续拍一步又一步的电影 但是吉祥如意它最特别 因为我在想未来可能我可能会接触 比如说超级大投资的 比如说科幻的电影 又或者爱情的电影 又或者各种各样 可能每一个对我来讲都是新鲜的题材 但是这个它太特别了 所以回到你刚才问的那个问题 说你为什么想要拍这么一部戏 是怎么来的 其实它有一个特别害羞的一个前提 就是说在它出发的时候 我确实是经过特别严密的计划 然后组织剧组 然后我们集体签订了保密的协议 禁止大家去讨论 我们在拍摄一部什么电影 其实当时的出发点是很 用现在就是说这个结果来看的话 当时那个出发点 其实不是特别明媚的 我自己觉得 我在2016年的时候 在拍一个电影叫奇门顿甲 那是徐克导演监制的 然后袁和平导演导的 有一天就是说在拍摄期间 应该是16年上半年 注意到一个电影叫路边野餐 就在那个时候好像五月份 就差不多 我没有记得那么具体 当时就被很多的舆论包裹着 虽然我没看那个电影 但我大概知道舆论写着 它是中国近五年来最好的电影 类似的 我也不是记得特别清楚 反正当时我就觉得 大家对这个电影超高的评价 让我充满了好奇 然后我就去了 去了电影院 去了电影院 在那看这个电影 我就是觉得 这个电影的评价和这个电影 给我的观感 它没有那么一致 就是我承认它肯定是一个 厨女做电影 非常有想法导演 非常有自己的特点的一个导演 然后它产出的一部电影 但是很多的评论其实跟这个电影 就我感受到的没有那么一致 然后我就觉得这是个很有价值去探索的一个事情 然后为什么 这个不一致给你带来了一个什么刺激 因为我觉得大家对于一个作品的评价 往往是受影响的 就是有独立评价和感受能力的人 我觉得像你 包括我们刚才聊到史航老师 就是他还是少数 多数是在看电影之前 比如说我去搜了一下豆瓣和豆瓣它有置顶的那些短评 其实是被顶到上面的 然后大概看到那些短评的内容 其实是给我去看这部电影定了一个基调 我带着这个基调去看那部电影的话 我可能 谢谢 我可能产生的评价 它是二手的 它是二手的 所以我觉得这是个很有意思的议题 然后那天我收工在回去的路上熬了一个大夜 然后是早上天蒙蒙亮了 然后我们在北京郊区路很颠簸 两边是植物 有薄薄的雾 然后我坐在车里 我就想起前几天我看的路边影餐 它其实有一个镜头 男主角上了车 然后一个车的长镜头 就在类似行车记录仪那个位置 跟着他走 所以我就顽皮了一下 我就拿我手机就打开 然后就放在大概差不多的位置 我的副驾驶有司机在开车 我就你也是这样 这样拍 那拍了几分钟的一个内容 然后晚上的时候 这不是熬了一个大夜吗 白天休息 晚上又拍摄 晚上的时候又到了剧组开始化妆 然后很多工作人员 大家在一起 化妆的这个过程当中就闲聊 我就问他们 我说你们看过路边影餐吗 然后应该没看过 大家就是表示没看过 因为那段时间拍摄也很密集 但是他们表示他们知道 就说知道这个电影特别的好看 然后我就拿我手机当时拍的视频 我说你们看一下 这个是他们放的一个物料 就放的一个片段 但是我早上的时候 你拍手机拍的 然后围过来几个工作人 然后大家在那看 然后他们就看完了 其实很枯燥的几分钟 真的就是 当然我肯定也有一定审美 拍的不至于很丑 但是我觉得就很有趣 他们说 哇这个好厉害 他们就表示说这个内容好厉害 所以就是我说的 就是大家对于一个事情的判断 当它本体是固定的 这个杯子放在这 我们在这采访 然后拿个河水 有没有可能它放在博物馆里面 它就变得特别 你说的不就是赛上 或者说把小便吃往那一放 那么是一个标志性的 艺术史上的 类似了 就是说引发了我的思考 你刚才就说 他把杯子往那一放 在路边野餐里面 是不是就有一个镜头 他把杯子往那一放 然后气不太轻了 他完全是致敬的一些大师的 塔克夫斯基的镜头一模一样 因为当时看了很多必干的报道 然后说他看了几千部的电影 在此之前 我觉得很了不起 因为都是 大家都其实不是凭空而来的事情 都是看到的 然后有的时候你自己都忘掉了 你什么时候看到的 可能是一本书 一个文章 或者你看知音 或者以前看故事卫 但你忘掉了 他组成了你 但那都不是你的 可能都是看到的 所以说回那个事 我就觉得他挺有意思的 然后我自己 因为出身自互联网媒体 然后我早期做的很多的节目 都是一些比较有趣的 我就是不想用什么搞骄的 或者搞乖的来形容他 我觉得就是一些 就是各个角度的有趣 或者我能理解的趣味 所以我就找了一帮人 然后确切的说是找两帮人 一共39个 是两个剧组 一个剧组就是我去拍一部文艺电影 一个剧组说我怎么拍这部文艺电影 这个文艺电影 其实就是大家后来看到的迹象 我怎么拍这部电影 其实就是吉祥如意里面的如意 那么这两拨是完全分开的 这两拨是两个剧组 不同的摄影 不同的录音 可能共享一个制片部门 那么就是为什么要签保密协议 是希望我们在底下悄悄的做这个事 不希望短片呈现出来的时候 大家知道他的创作者是谁 因为我们的计划当中也包含着 就是说这个短片内容创作完毕 我们会在同一时间 找同样一个影院的两个厅 然后去做一个适应 那么这个适应 当然样本都是比如很容易的猫眼 或者那些随机的 他们会随机的行 然后我觉得就是两个厅同一个片子 但是你给他不同的暗示 有一个厅你可以跟他说 这个是 我就随便举例子 比如说贾正科 贾正科导演 他的一个新的电影 内部的一个放映 可能另外一个影厅 可以说是一个就是大大学二年级的电影学院的导演系的学生 然后过年回家拍的一个内容 那我觉得就是我想收集大家对于同一个内容 在你有意引导之下不同的评价 而且我也坚信他的评价有可能是不同的 对 所以呢 我就基本上大概写了一个 就是那个时间是在2016年年底 大概写了一个计划 就是第一部 我们要去拍一个文艺片 那么文艺片他怎么拍呢 我们也没写剧本 我说呢 就不管剧本 拍天意 拍日常发生的事 然后呢 满足几个必要的语法条件 就是说他是农村的 他是素人的 他是日常的 然后确定了这件事之后呢 我们就去回农村去拍这个姥姥过年 因为他是我最亲密的人和最熟悉的人 同时我觉得去捕捉他们的日常生活 也是被允许的 对 不然的话 你要花很长的时间去沟通你的这个拍摄对象 对 这是第一步 第二步呢 就是严格执行摄影机不停 另外一个剧组呢 全程保持我怎么拍摄的记录 然后呢 我们把这部分素材拿过来 配合我们后来发生的所有的事情 比如说如果这个内容他得奖了怎么办 如果这个内容他拍砸了怎么办 如果这个内容引发了不同的评论 大家好奇导演到底是谁怎么办 我们把它全程都拍摄下来 然后组成包裹在这个内容之外的另外一个内容 而他们两个的相加变成一部长篇 就是最一开始2016年出发的时候就这么确定 是 所以呢 就大家大概看到这个制作轨迹 比如说2016年年底我们就开始拍了 现在都已经2020年了 上映的时候都已经2021年了 对 他不是什么红篇巨质流浪地球 然后很多特效需要你花很长的物理时间 不是那样的 他是很简单的 很清淡的一个很小量级的一个文艺电影 但是他却耗了我四个春节 然后跨度大概四年多五个春节 对 所以他其实就是遇到了你在片子里看到的意外 就是当我们回到农村准备开机 突然我的姥姥也就是我希望能够捕捉的对象 因为我们当时在立案的时候 这个项目我的名字叫姥姥 你如果去到我的公司 然后我就会有那个习惯就是我拍的电影 他的那个长期版都会在现场 你会看到长期版上是姥姥 现在还是姥姥 你会有煎饼侠缝纫机姥姥 不会看到吉祥如意 他的片名叫姥姥 但是我们到了现场姥姥就去世了 就这个事情是一个突发 一个意外 然后他对屏幕以外的我造成巨大的冲击和影响 首先我是这个家族的一份子 然后姥姥跟我的情感非常浓烈 然后他伴随着我的整个童年 因为我的父母是我妈妈是生病 就是我爸爸一直陪着我妈妈在全国各个地方去治病 所以小的时候就是我姥姥带大我的 那么这个冲击大于一切 就是我站在东北农村的那个大雪地里面 就是大脑是一片空白的 但是这个时候呢 因为你在北京的时候还给所有人开会 然后跟摄像机讲 说你们就一直执行我们拍天意这件事情 然后呢就拍我怎么拍 结果他们把我的所有的不堪与狼狈 焦虑与选择全都记录下来 就是当你知道 当一个人面对一个机器 你即使跟他在彼此信任 你依然会在某一时刻想起你是在被记录 所以对于我来讲当下的那个状态 其实也没有办法彻底的清晰和准确 就是彻底的跳脱出一个创作者 变成家庭里的一员 然后完全的投入到一场葬礼当中 所以这个对我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煎熬 就是经常为了不为别人看到 我就把门关起来 然后一个人在房间里待着 但是我不知道那个情绪出口是什么 没错 所以我们说的这个重大的意外 其实是姥姥的去世 姥姥呢 因为我要拍片子 她提前知道啊 剧组要回来 然后大家要回来 所以呢在那个春节呢 她就组织所有的家人都回到了身边 每一个去打电话说大朋友拍片子啊 难得回老家一趟 你们也都回来了 在就几乎我参加工作之后 我就没见过人这么全过 对对我也想说就是绝对是一个大大家的 让我想起当年赵立荣不是拍了一个过年 对吧 那也是一大家的终于都回来一定会出事一定会有事发生啊 就从来没这么起过 所以呢后来我妈说你看你如果不拍这戏吧 我们就回不来 我们回不来吧 你姥姥走的那个时刻我们就不在 那不在我们就会很遗憾 所以但是我不不能够完全说服自己去相信两者之间有必然的什么联系啊 就比如说你来拍戏 然后家里的人都回来了 然后你觉得像一种感召 大家就会解读他 说你姥姥太爱你了 你姥姥把家人们都叫到身边 然后他走的时候 他自己是很能够接受一切的 其实是一种圆满 对老人来说 真的因为他年纪也不小 所有的家人也这么看 但是对我自己而言我还是没有办法去释怀这件事 所以这个吉祥的部分拍摄完毕 然后呢 哪一年拍摄完毕 17年的春节 17年的春节 然后呢他被大家看到就是去金马甲那次是18年的时候 对18年的时候 用了一段时间把这个吉祥的部分做好 但是这个长篇却始终没有办法 为什么隔那么久 没有对隔了两年 对我说实话 我是没有办法面对素材的 就是我作为创作者 我是没有办法面对素材 我觉得如意的素材 比我现在看到的有多很多很多很多 我觉得那可能都会是个单独的长篇 说实话 如果你未来的话 你愿意如果还能面对的话 首先我会有很多 没有什么想法把它做成一个单独的片子 对 因为我觉得他们两个相加的力量叠加 他不是一和一相加等于二 他是一个事情另外一个去包裹 然后形成一个巨大的一个共生的关系 对 所以我首先没有这个想法 其次我是说我其实面对那么多的素材 首先这个长篇吉祥的部分是孔敬磊老师剪的 对 如意的部分是我自己剪的 我们接力完成了整个电影 是因为我特别不希望其他的剪辑师看到那些素材 对 这是一个其实就是说你还蛮孤独 你要自己最多带个助手剪 非常私密的一件事 是的 所以这个对我来讲 他又不只是私密 我觉得他是个残忍的事情 就是你要不停的回到那一年的春节 全国的朋友们都团圆的时刻 大家都很高兴的时候 然后你去面对一场葬礼 然后你这个时候呢 你还不只是这个家庭的成员 你还要是一个创作者 你为什么要是一个创作者 还在旁边希望能够捕捉 那你的心态是怎么样的 所以我就反复的就是不停的 比如说有一个大鹏 还有一个吉祥如意的导演 也是大鹏 老跟他对话 老跟他交流 甚至冲突 甚至冲突 所以呢 基本上到了这个17年 18年 19年 我其实参与拍摄了挺多的电影 比如说铁儿走霞 受益人 第八个嫌疑人 我都随身带着那个电脑和硬盘 然后在剧组 比如说我有一整天没有我的戏 有加期的时候 我就打开连上硬盘 在那看 看看我就进行不下去 就完全进行不下去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时间拖的有点久了的原因 但我觉得这个时间也是合适的 因为那个片子你看过了 就是说他很符合春节前 大家要回家之前的那个心态 是 呃 然后呢 这不今年就疫情了吗 嗯 2020年 对 1月 呃 咱们春节的时候 你在海上 然后这个 啊 我们就所有shut down 对 所以原计划就是要年初就上是吧 啊 还是说 没有没有 原计划 没有计划 原计划是没有计划 原计划就是随着现实的生活 一步一步走下去 什么时候你能够把这素材真的面对 并处理完 啊 对 对 嗯 所以就是因为这个疫情啊 就没别的工作可以干 几乎到五月份之前好像都没怎么上过班 对 就是就是一直 呃 你可能在春节期间有短暂的跟家人们相聚的时刻 对 后来呢 哎 就开始跑步减肥吧 啊 学习打鼓吧 就是你消耗那个时间 对啊 去去消解那个无聊 嗯 嗯 然后呢 拿出电脑 我就给自己就是说就是啊 啊 设立了个目标 我说我们就把这个片做完吧 啊 他无论他 你你觉得是对自己很残酷也好 是很残忍也好 呃 但是你做完吧 不然的话你总有一个事没做完 对 呃 其实在这过程当中 呃 因为你想17年18年19年 这个这个过程当中 其实是会发生很多工作和生活上的事 对 那这个中间就是心里也经过很多的什么起伏 也很开心 嗯 兴奋也很失落 低沉 嗯 然后在某些时间点跟朋友们不停的去聊 去 去 彼此交流的时候 我记得有一个人跟我说 他说 其实就是 你自己一直没有完成这件事 所以他牵扯着你其实走不出来 嗯 而如果你给他完成了 嗯 他他当然我们现在对话的此时此刻 我觉得他依然没有完成 对 你那天提到好像要上映之后的某一个时间点 对 还是要等他去上映 然后面对观众 他确确确确实实 那疫情期间我就说那我就做完吧 嗯 不论发生什么我就做完吧 所以我几乎是给自己还打出了一个作业时间表 就是早上每天的做起身表 对对对 八点起床 然后空腹有氧 然后吃完了饭之后 然后开始投入工作 然后晚上几点钟结束 对对 因为那个时候也是给孩子也打一个表 就是我得让他看到我能做到去感染他 你孩子多大 11岁 就是这个反正就是以身作则嘛 反正给你看对吧 对对 大的11岁 小的5岁 两个女儿 但是我就是给那11岁的看 就是说这是我们的表 然后因为都很无聊的 整个上半年都很无聊的 你看 然后你按这个来做什么时间学习 什么时间看书 什么时间你可以打游戏 然后我就给我自己弄了个表 按照那个表呢 我来 我真的上了三个月班 我就就就把这个电影给做完了 做完了 就是剪辑的部分做完了 然后呢也给制片人 给一些朋友们去分享去看 他们提出了一些他们自己的一些观感 感受 然后再根据那些感受 再去做一些调整 最后变成你在金鸡甲上看到的那个样子 对那个版本是 就是对外供应算是比较早的 是吧 还是之前供应过几次吗 就是算是 一共在国内放过三次 一次是上海电影节 一次是北京电影节 一次是金鸡 其实就三场 然后上海电影节那会儿 还是30%上座率 就那个 就还控制嘛 对 然后到了北京 好像是50%的上座率 然后到了厦门 好像就可以 百分百了 对对对 反正就经过了一个变化 但是厦门你看那场应该是人最多的 对 而且这个现场的确是他有一种独特的魅力 是不是也达到了 你看 才回到你的最原初 看完路边野餐 你会发现同一个课题的一个文本 不同人 他会有明显的 人和人之间会有很强大的影响力 再回到这个原点 你觉得现在你的这个一个和被另外一个包裹的现在这个作品 或者这个文本 是不是他会有一些你意想不到的一些东西最后实现 我呢 我呢 因为这个时间跨度太长了 动这个念头的时候 16年 现在呢 是2020年的最后一个月 对 上映的时候是21年 对 我们大概在有十几天两个周就要面对新的一年 对 那他基本上跨越了4年5年啊 这样一个一个时间 所以我呢 产生了一些变化 对 我就关心的是这个变化 我就是很很坦诚的跟你分享 为什么在最开始的时候我会这么去做 但是呢 我觉得如果发生在此时此刻啊 这个时间点 我可能不会去挑战这件事 啊 于是你说这个电影 他给我带来了什么 我觉得 我觉得在整个过程当中 我好像我自己变化了 于是2020年咱们俩对话的这个我 我会觉得我不会再挑战这个事情 就是你的评价 无论你的感受 你的评价是不是二手的 你对于一个本体 已经不重要了 因为说白了 其实那个出发点 你还是否认这件事嘛 其实那个出发点 你还是希望我揭开你这层包裹 然后让你们看到这个真相 但我现在不会那么做了 我觉得比以前平衡了一点 比以前平衡了一点 然后能够接受很多种的可能 然后试图去更认可 别人的做的好的一面 因为你这个作品 挑战这件事 这个挑战是一个角度 更重要的角度是 在无所谓出发点 但在你走的这一路当中 你把自己摆到了一个 其实很罕见的一个位置上 这个位置 刚才你说多重镜像的自我 面对那一刻有一个真实的 对吧 是外孙来 你说你说导演 都是你 这个是一个电影吗 它是当然是一个 它当然是一个电影 未来观众朋友们 是在电影院 去观看这样一个多小时的内容 对 去产生情感的交流 但是对我来讲 它是我的一个经历 对 它的拍摄制作上映 它跨越的这几年 其实是我的一个成长经历 没错 然后它就像我 我怎么说呢 前天我在三亚 然后参加完电影节之后 我父母身体不好 他们在那疗养 我在三亚 然后呢 这又要说回 几个月之前 我在三亚待过 很漫长的一段时间 是吧 三个月 在那拍了一部电视剧 然后呢 就在三亚拍 所以我对那呢 就基本上挺熟悉的了 这一次去呢 相当于重新又回到那个地方 然后我的父母 因为冬天从东北 就到三亚去疗养 然后我大概有那么 一天的时间 空下来 我觉得就是我可以去一下南山寺 因为之前几个月的时候 我曾经去过一趟 所以这一次呢 我就自己又去 我打了一个那个滴滴的那个车 然后呢 司机坐在前面 我坐在后面 我们两个就往南山寺走 这个时候呢 大概上午十点钟左右 我看朋友圈呢 我就会看到大家开始刷屏一些电影的物料 对 那天发的是送你一朵小红花的那首歌 对 那个演唱者呢 是张英俊 张英俊 是我的好朋友 对 然后我们有过很多合作 我看大家分享这个内容呢 我就点开那个歌 当然他配着那个电影的MV 是的 一阳千禧的这个 这个非常情绪饱满的演出 然后呢 我也知道那个电影是讲什么故事 所以我就看哭了 然后就看哭了 对 我看哭了 但是我坐在一个别人的车里 它是个滴滴的车 然后呢 他呢 就是那个司机吧 从我上车开始 他隐约 他在观察我 我不确定他认不认识我 但是他也有可能是认识的 有可能是不认识的 但不管认识也不认识 就是说 我们在一个比较封闭的空间 就我们两个人 然后我就在那抽 但是那个歌是外放了吗 还是戴耳机 我戴耳机 因为这就是更加 更加那个 对 他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抽气 所以他呢 就通过这个后 这个车里面的这个镜子 他瞟我 我也看到他在瞟我 我觉得我们俩都很尴尬 都非常尴尬 然后呢 但只是暂时的 然后呢 你如果不尴尬 就留给他嘛 对 我就把我现在的这个状况和处境 我就发给赵英俊 我说我在听你的歌 结果呢 我就是在别人的车上哭了 然后有可能 不管他是不是认识我 但是我在别人车上哭了 他都很尴尬的 然后呢 我就我有一个习惯啊 就是因为赵英俊创作了很多的歌 但我喜欢听demo 就是我喜欢听他最开始 小样 发这个歌曲创意的时候 他肯定会给寒言 你听我写的这个歌 然后他制作出来的吗 我说你把那demo给我听一下 然后他又给我发了一个文件 我这听了几句我就不行了 我在车里崩溃了 我在车里刚才还是抽气 现在就嚎啕 他又给你又发了一个 对对对对 听到了小样 然后呢 我想说的什么呢 我那一时刻 我有强烈的一种感受 我觉得我活在一部电影当中 就好像我们在写一些角色的时候 你会把它放在一个处境 然后你就是希望他像我这样 在一个封闭的空间 跟一个陌生人 然后你出一个状况 对 这个就是你似乎具备了一种不断的跳出来 能够感受自己的能力 或者说对 然后我在想我现在就是个角色呀 就是我好像是在别人的电影当中 因为那这几天就刚才来的时候 我说我其实昨天晚上刚把我下一个电影的剧本写完 对嗯 小一点写的啊 因为我答应了演员 我说我18号的 要给你 18号给你 但我没说时间 但是我零点的时候给他 我平时干活 我就习惯了 我想说的是 在我这一遍 这是第四稿 在我这一遍做梳理的时候 我我经常啪啪啪打几个字 这个人就变了 嗯 就你可以你可以 当然你可以改变他的职业 嗯 你可以改变他年龄 你可以改变他的样子 他戴眼镜与不戴眼镜其实几个字的 是的 差别 然后你可以改变他的性格 包括你可以改变他的境遇 嗯 然后你介入几个字之后 你会发现这个人 他他他他产生了极其的变化 又或者你把一个人就就推到一个道德的一个深渊 是的 就是你知道就我们作为创作 作者在写作 包括在拍摄电影的时候你的权力很大了 对 然后那些角色他当然是有人演的 但是他是活灵活现的 对 包括我自己又有一个身份是演员 我总去演那些角色 有的时候演完了之后 呃 分状况啊 有的时候有的时候会非常的投入 嗯 有的时候就觉得导演可以帮助你 对 所以所以当你极度投入的时候 你就觉得那个角色是真的 嗯 而且角色有的一些特点或者说优点 你其实你自己本人是不具备的 对啊 嗯 所以我就坐在车里我在想 我在打字决定他们的状况 那么我我感觉谁又在决定你 对对对 我感觉我是被安排 对谁在决定你 我感觉我是在被安排 嗯 甚至我想跟他交流我想跟他说 我说你你你哎呀你你这对我好一点吧 对我好一点哈 你不要不要不要这样哈 嗯 所以他呢 完全又回到吉祥如意这件事对就是说我不想去挑战我最开始那个初衷了是的包括我刚才给你描绘的那个适应会嗯包括他在金马奖上的获奖 其实其实啊嗯当时去领奖的时候是我是安排了拍摄的嗯嗯嗯无论他得不得奖 因为得奖和不得奖不是你自己能够决定的啊你要看评委的喜好对他得奖了那他不得奖也是一样的就是你怎么拍都是现实是这个事情拍好了他竟然得奖了嗯这事情拍好了他竟然入围了这事情拍好了哦他没有得奖是为什么嗯所以你把这些都都拿掉了在如意里面就没有出现都拿掉对都拿掉了就是说我把有益而为之的全拿掉了干涉嗯和我自己作为一个作者特别主观希望他去往那个方向发展 并且我要呈现这部分给你看让你去反思嗯所有的这些都不都拿掉都不在都不在嗯我就只想展示当时时刻下如果我是一个角色的话那个角色的处境嗯啊然后剩下的就是观众们自主自我的感受啊嗯那这个就是我的一个一个变化我觉得创作上的变化包括我自己整个人的变化这可能很可能是这个电影非常重要的价值哪怕这个价值可能现在咱们还不一定把它聊的特别明白但是这是我看过那个电影 我为什么那天当场说我说想到了特别多层面和层次能有这样的处境特殊处境的创作者是很少的这样的文本的这种互闻关系你就不但跳出来来看待自己就像你在出自车里那个场景其实一样这个大棚在看着那个大棚然后他们之间形成了很很很神奇的一股力量这个是最独特的我的终点是南山寺的最开始确定的时候到那让一个小时那个路程非常慢程对 然后我在想我的这个终点谢谢我的这个终点会不会让他误解我就说你要干嘛你要干嘛对对对他在车里面他嚎啕大哭他很崩溃那这个人是失恋了还是失忆了还是说他遇到什么事了对那他如果他但凡他知道啊这是大棚那他怎么了他为什么要去拜佛就是这一系列的反正下车还是毫无表情的收了你的钱对吧并没有说 要不他今天免单这也没有啊他是他是跟我说下车了之后跟我说你要不要我在这里等你我说挺好的你在这里等我很好啊我怕我没有车回去然后他说好那我就在这等你然后我追过了一个我说那等花钱吗他说好像是一分钟几块钱好像是的还是几分钟几块钱反正挺挺贵的一分钟两块钱我当然算了一下我说那一小时一百块吗 那我说那你别当我 那导演还是还是一个好吃天 你别当我自己出来打车了 对对对还好啊你们俩没有聊一段啊没有聊一段 对对对对我有时候真的是奇怪就能愿意跟滴滴司机或者说就转车司机去聊一段 我看了我看你那个朋友圈那太逗了 遇到那个东北的司机然后跟你讲10分钟 仅仅10分钟他居然可以这么大的信息量 我不用插话的我只是问两嘴 就开始了但这个真的是啊 就是我觉得他是一个生态 就是他等于现在整个是不是整个海南的这个气质 我觉得的确有这些大哥们在 他有30都是东北人吧 现在说有100万吧 我很多都不值了是吧 具体的数量对他跟我说有100 我父母就是在东北对他们的朋友也都都没人啊 不但东北里面是不是是东三省都有吗 还是说其中的 三省都有啊 我觉得就是就是因为就是我父亲的原因我才深入的了解了一下 他其实跟气候有很大的关系对东北人的生活的习惯 以及他的那个土壤啊就你看我离开三省昨天啊就是我跟我爸聊了一次天然后他说你不喝酒挺好的对他说其实我也不是特想喝酒但是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参加工作我如果不喝酒也没有机会没人都喝酒每天都喝醉对后来我父亲的就是说健康问题就就就就就暴露出来就暴露出来就他因为喝酒脑血管出问题了嘛对啊东北 所以大量这样的人就是大量这样的人喝酒就是养吗大量这样的人的过得很多因为他那个冬天很冷对然后他又收缩嗯所以他们需要到那个南方去都去恢复嗯啊整个我父亲现在住的那个小区嗯他算是很健康的用嗯嗯 就是因为他们的生活习惯 然后水土 整个的环境 风俗 都有关系 但是这个的确就说嘛 就是这还是能够有条件 能够来三亚这边或者海南 有些是没办法 我记得最惨的多少年前了 王冰拍那铁西区 其实也设计过 就是我其实看那么多美国电影 他们不都对那个Acholic 就是他们觉得那种最贵 其实我说中国也有 但中国那还不太一样 他是各种原因 他是比如整个工业 这个时代过去了之后 他可能他就借酒消愁 然后真的就是就倒下了 而且之前我另外一个很好的摄影师同学 罗潘跟我说 他就采访过俄伦春祖也是在东北 他也就很多就是猎人不能打猎了 怎么办 少数民族他们那个他也就喝酒 就很多就喝死了 失去了原有的生活方式 所以我小的时候看到很多次我父亲喝醉的状态 我就对我自己是有一些就是比较客观的判断 哪好 哪不好 哪有空间 哪可能就没救了 但是我觉得我有一个表演上的一个优势 就我演喝酒演得特别好 我在很多的电影当中肯定都有喝酒的那么几场戏 我演巨好 为什么 你见太多了 我见太多了 包括我父亲他他本身就他说话的样子和他那个清醒的那个分寸 他喝醉了之后是什么样的眼神怎么样 我就是拿捏特别好 就是三分对五分 七分八分到二十分 我有好多电影就是说我演那个角色都有喝醉的戏 我觉得我演最好的瞬间都基本都在那个时候 就这个是童年刻骨铭心的太多记忆 但是现在是不是可以这么说 应该说越来越多的东北人应该是不是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了 就是说因为喝酒的生活习惯 或者其他的生活习惯 如果你不调整的话 会到年纪大了会有问题 我不是很确定这件事情 因为我参加工作之后 就离开了 然后就到北京 然后成家有自己的孩子 我可能很长一段时间都在这儿 我只有就是说拍逢人机乐队的时候 频繁的回去 对 然后跟以前的同学 现在的市领导挺支持的 他给你干一个大吉态 对 我看上去那雕塑是豁大的 给你把那个地给你搞定 那种大吉态 所以我接触的比较少 我都不知道他们现在的生态到底是什么样的 但是我同样也有一群同学 我因为我大学也在东北 在长春建筑工程学院 但是那个学校现在变成建筑工程大学 我们是有同学群的嘛 那么在这个群里面 我算是就是离他们的行业比较远的 甚至说可以说我是一个所谓的公众人物 所以你知道吗 我其实经常在半夜12点左右的时候 接到同学的电话 但接起来都不是我同学 都是他此时此刻在跟他的朋友在喝酒聊天 聊起来说我一个同学是大鹏 你别吃牛逼 你现在打电话能接吗 结果我接起来的时候都是另外一个人 你是大鹏吗 对吧 我就好的哥哥 我们在一块喝酒 你跟他聊聊 就我时常会遇到这样的事 这是挺东北的 我们说的特别东北 我们现在是不是对东北的了解 至少最近几个月是通过李雪芹什么东北敦大哥 这类似 他好像还真是把铁领的一些东北的文化通过脱口秀 我看他是在传播了一轮 我好喜欢李雪芹 对对对对 今天看了好多 我也希望能给他拍电影 但我没有直接跟他交流过 他一直在说导演谁想找我合作 对 我没跟他交流过 因为我觉得还是要把事情 就比如说你有一个明确的剧本 你再跟他谈具体的事 这比较好 不要钳制这个事 没错 前两天我们都去了海南电节 对 然后闭幕式的时候 因为我不知道为什么 他那个安排是说下午4点我们开始走 大概走到5点多就结束了 然后晚上的仪式是7点半开始了 中间不知道干嘛 也据说没饭吃 对 中间有没有饭到无所谓 原来都是说你比如走了红毯到这 然后等待一会儿 就进去了 就进去了 中间空那段时间 大家是不知道干嘛 因为我们大部分人也没有在那个举办的场所住 对 关键还下雨了 那天下雨了 然后我们就被集中的安排在一个休息间的剧漫长的时间 我就窝在那儿 然后大潘坐在我身边 然后李学勤他自己去的 他好像认识的人也不是特别多 然后他也不知道自己在哪会比较自在 所以他也看到我们就很有安全感的窝在我们的旁边 我们三个人就找在最角落的地方 开始就特别怕就是那些合影 过来合影的大哥 他们很多都是一些当地的企业 对当地的 对 然后拿着一些合影 然后就说他其实投资了很多事儿 我们遇到很多这样的情况 但人家过来找你 你肯定还是要照相的 只是说不注重的 很微小的幅度在交流 挺可爱的 因为你说到这个红毯 因为那天我是不是转了个朋友圈就说李雪勤被电视频道女主持 这个问了一段问题 我在视频网站 问什么了 我只是看到他走红毯的李雪勤的那一段 问什么了 那两个女主持其中一个吧 没他说话那个就还好 另外那个女主持就各种cue他 然后就给我感觉就是 就话里有话就给人感觉特别不舒服 所以我就我都 因为我跟李雪勤就是我们经常在微信上就偶尔聊 我跟他还没有见过 然后当然我们有些共同的朋友 他是做搞些短视频 我就直接发了问题 我挺不高兴的 我就说这主持人现在这个水准 对吧 就是一来一去 但是李雪勤就每一句回应都特别得体 而且最后还是回了他一下 你说说你要自信啊 你要自信 他就说你来抢我们主持人饭碗嘛 就这意思啊 他根上他是有文化呀 对呀 就是有文化有底气 所以他是有能力 是 我觉得也可以那么看啊 就是我就是当了漫长的时间的主持人 大概04年到了搜狐去之后啊 我说那个时候我采访很多人 但是载体是图文啊 因为没有视频 05年的时候开始有视频了 都没有包装和剪辑的 就是处在那儿 你就完全语言生态的了啊 我就是 其实我也不觉得我会擅长 但是我做了很长时间那个工作 然后我慢慢注意到 其实在那个生态里面 他是被 被 被怎么说 就是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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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事情 无论是做一个发布会还是做一个节目 对 大家其实认为最好的交流是互相贬损对方 啊哈哈哈 是吗 这是模式的一种 对对对对对对 我觉得他是 他是在跟你拉近关系 所以他其实是在 呃 呃 他认为的拉近关系啊 啊 说一些刺激你的话 然后他也等待着你来回应他 嗯 然后两个人就在这样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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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来一回当中啊 他就形成了某一种 啊 这个关系啊 对 所以我大量的那个时候替其他人去主持活动啊 嗯啊 我就是 那个 啊 要 要去扔一下包袱 我 我 我 后来自己开始拍电影 然后呢 有一次我开这个宣发的会 当时我们在发愁说 这个活动找谁来主持呢 因为时间的关系 因为费用的关系 因为等等的关系 我们在想有限的几个人选 然后他们就说 哎呀 以前都还好找一点 我认识一个人都不要钱 自己坐地铁就来了 嗯 呃 他说那个就是你啊 嗯 哈哈哈 他们那个时候也在做宣发啊 我确实是够了一个机会啊 我说是是是 不要钱 别给我钱 然后呢 我就坐着地铁到现场 主持完我就走 我干了大量那样的工作 对 嗯 所以 我就是有的时候会碰到一些搭档 比如他来自某某某电视台 对 我说 嗯 他就特别喜欢冒犯你 特别喜欢 嗯 他特别喜欢做这样的事 那可能是一种模式 回应 那是一种长期啊 嗯 长期被被被 嗯 你说是电视台系统 还是说跟网络也是这样 还是说最早最早 就是电视台系统 对对 那个比较早嘛 他 他们就喜欢这么说话 我觉得是不郭德刚跟于谦的相声看的多了 你看这俩天天就是 这是不是咱的骨子那边的 他 他就是觉得这样原艺术 拉近关系的一个重要方式 嗯 所以你说回 就比如说你认为女主持人是不是冒犯李雪芹 我就是挺能理解女主持人以及李雪芹 我都能理解 我记得很清楚去年受益人上映之前 嗯 我们做过很多的一些采访 啊 巡回 嗯 有一次是李雪芹采访我 嗯 那个时候他还没有参加脱口球大会 是去年的11月 他大概从网上 呃 被大家关注到 然后 就就我觉得 呃 他那一次跟我的交流 我是能够感受到他所有的情绪 我自己都出现过 那个就是吊丝难事时候 嗯 被大家注意到的时候 嗯 不安全感 然后对那种渴望被证明 是有有同时很不安 对 然后特别怕别人说你变了 嗯 那个时候的李雪芹 嗯 我们呃就是在那次采访里面 嗯曾经 针对这三个字 有过呃一些交流 就是你变了 其实我有一段时间 我特别怕别人说你变了 嗯 因为你变了 就意味着你 不再是 不再是我们曾经认可的那个你 大家就说不忘初心吧 你你变了 就是好像是那个的反面 嗯 他不会看到你变更好的一面 他会看到你啊 不是你都是从这里出发 但是你变了 所以所以那个时候的我就觉得 我就无比的能够理解他心理的状态 我同时我现在也无比的理解他心理的状态 是的 他现在呃当然咱咱咱就是因为说起来了 我觉得一方面是真是东北是太适合你看喜剧人才 这是源源不断 所以他最近不是说他把公司回到铁林本地去发展 能不能挖掘一些当地的做一些文化传播喜剧传播 你看我就开玩笑我说丁针这么火啊 然后人家地方政府就是把借这个鸡烧这个柴 各个各个省市还都配合西藏呀 就跟他蹭这个丁针的热度 我说你看李悦琴其实网上挺火的 你说你当地没有没有反应 就是其实你可以互动起来就是是一个良好的互动啊 但是这个就就就就这个说的远了 但的确是经历过你是主持人我觉得是 这是一个可能是那是十几年前你是大概几年七八年 还是五六年一直在在搜狐 其实那是几年的时间 这是比较模糊了 我是04年加入到搜狐是04年的4月份 那是我大四还没毕业 然后7月份毕业啊 04年4月份我在那我离开公司是18年的事 18年18年11月 就是才离开搜狐 就等于是你就后来拍电影了 其实都还一直跟对对对对 这跟搜狐有关系 因为我记得咱们俩最早最早见也是零几年吗 我记得有一次 我跟很多人都是要同重新认识一下 因为其实大部分的比如我遇到的演员朋友 就是说媒体朋友 其实以前都见过了 对他就忘了在哪见你了 对对对 然后你要重新反正我 你再帮别人回忆 我觉得也是一个挺就是挺害羞的事 我就干脆咱俩当第一次见 但其实有很多的有很多的时候 其实之前都都都因为可能更多的时候是我采访别人 对对的搜狐就是说他比较特别 因为他是我第一个工作单位 然后呢我是很重这个情感的 同时他也给了我很多机会 是 是 然后就是我想一直在那待着 那一到18年的时候是合同到期了之后 我还跟老板说 我其实是可以继续在公司里就 但他不乐意 他觉得他是一个特别喜欢互联网的人 对对 他几乎是中国最早的互联网我想 当然当然 所以他现在还在坚守着这个领域 他觉得我们的核心的不一致是你现在出去拍电影 你不应该就是上电影院播 你如果拍的电影只在搜狐播 那么我们还是可以继续合作 是吗 这个观点还真是 但是你觉得电影院不能那么轻易的放弃吗 可能也不是说放弃不放弃 我觉得其实煎饼侠在14年我们拍摄15年上映 那个时候没有互联网公司投电影了 对于搜狐来讲是有大概很少的投入 有很高的回报 是一个非常看好的事情 所以这个模式其实是可以继续往下试探的 但是老板他还是比较坚持的在耕耘互联网的内容 所以他也觉得我还是继续拍屌丝男士的系列会更合适一点 但那个时候当然我也希望能够追求职业发展上的进步和提高 我也希望尝试不同的电影然后再往下进行 所以就18年的时候18年的11月份 然后就没有在公司了 但是也才刚刚两年不到 对但是我觉得是说无论什么时候找我 然后公司里有任何的事 但凡需要到我的我都随叫随到 因为我这赶这本案 对是因为毕竟你说在一个公司能做到15年以上的普通人都很少 真的就生活里面就在一个公司干了15年以上的 你就把全中国人都算上 其实也并不见了有多少 对就是在我的我就是咱俩这次聊天 比如说在金基你就说什么时候我们就聊一次 其实更早金基之前你约过我那段时间我正好在做后期 对特别忙对 然后我觉得现在聊是一个比较对的时间点 是因为比如我就说我前两天在三下就跟我的父母 我觉得就短短的几天的相处 就是解决了我不少的事情 是吗 对你说的是交流上的事情 对对对对 沟通上 我就觉得怎么说呢 又说回到十几年都在一个公司 其实你知道我三部电影的制片人都同一个人 嗯 我的团队是固定的 嗯 我07年开始做大部分的一直到现在 就是跟在我身边的工作人员 他只有新进来的 可能路程当中有人加入 对但是很少有离开的 对 掉队的 大家 我经纪人他其实就是一个就是一个小女孩 在北京那个时候我还选演员 我看他长得很奇怪 我就把他招进来 那个时候才大三 那他现在已经是可以去帮助我解决很多啊 状况的工作人员非常重要的 嗯 我的身边的工作人员 就是说 嗯 我可能就跟我那个小城市的传统价值观啊 嗯有很大的关系 就是我就来自于一个城市里只有5万人的小城 5万人什么概念 可能北京你找一个大一点的小区 小区 可能都不止5万人 对但是在那个小城市 每个人几乎同龄的都认识 嗯 我爸那真的从小我跟他出门 他腿不累嘴累嗯 走不了多远 但是他要一直的跟人说话 走过来你走过去了 下一个他还认识又聊了半天 嗯所以我是没有办法 我觉得就是小的时候你的整个成长环境 你18岁之前都呆在那个地方 所以所有的什么价值观 嗯 那几乎是根深蒂物很难改变的 对于是就有了我为什么 如果张参阳他不说我就是 不想跟你继续合作了 嗯我可能一辈子都在搜火 嗯嗯嗯啊 除非有重大的接下来啊 我也不立flag 除非有重大的一些什么事情发生 可能我的电影的合作伙伴也相对比较固定 对对对对 你比如说芷熙他给 呃 徐正导演合作了一部戏 可能后面大家有各自的发展 又或者他 但他合作伙伴里 就是我现在即将要拍第四部 场面也是跟他 所以对我的意思是说 我就是这样一个人 嗯可能这个 这这样一个特点吗 他就组成了啊我同时呢 他给了我一些啊优点嗯啊优势 对同时也带来了一些劣势 他肯定有嗯不好的那一面 对但但就我就就多关注好的那一面 所以呃我在离开三亚回北京之前 然后坐在那跟我爸两个人聊 我看着他看着他关注那些事 因为我父亲其实每一次跟我聊天 基本上说的都是同样的话 那是吧同样的一些内容啊 从小我是怎么长大的 其他是怎么遇到了什么事怎么解决的 嗯呃几乎是在复制和粘贴啊 嗯那么但是我还是愿意听他在说一遍啊 因为他也非常享受他在跟我讲讲变同样的话 嗯无论他是不是意识到知识同样的话 嗯所以我就觉得我来自于一个非常小的城市 非常普通的家庭遇到了整个成长环境当中 其实比如说中国互联网的一些变化 对比如说啊突然一下子然后呃你开始拍短的喜剧内容 对可能这个事情早做或者呃晚做可能都不是那些 在那个moment对就是在那个时间对 然后就是那个成长其实挺陡峭的嗯 那种陡峭他他可能你用了几年的时间 完成十几年时间的一个剧烈的变化 对嗯剧烈的变化所以他导致呢 有的时候这个心态是跟不上那个变化 就是就就就就是所以我看我爸跟我聊那些天 我觉得哎从小到大我从这样一个环境当中变成今天这样呃自己在思考新的问题 我觉得挺不容易的就是就是要跨越千山万水是的 他也在变化嗯对吧跟你的每次交流 虽然好像内容大部分都在重复 但其实你又发现他生活也变了 对所以我想说就是说你比如我在搜狐十几年 又或者我长期合作相对比较固定的伙伴 其实都是有这个原因的啊 然后你其实你看咱俩刚才 但我意识到这件事情我很难轻易改掉这件事情 或者我们反过来一个问题就是就是你反过去思考就是他说他是一定需要改变吗 因为改变的意义和我们的目的是什么难道对吧 其实这是只要他不是有特别不好的带来损伤的或者消耗自己啊 比如说喝大酒啊对但我欣赏不同 但我欣赏不同 嗯就是说我不一定能做得到 但我同时看到我做不到的地方的好处我会我会欣赏不同 哎是你你刚才说了一个词我觉得成长特别陡峭啊 这个这个词我觉得就像咱俩刚才在录这个开始前提到冯 冯小刚2000年生活的一天那个纪录片 因为我在微博上我也转了我也我也当时 而且我发现我不需要看第二遍我几乎能背过那个纪录片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我发现我我看到好的电影的时候都是这样 可能是因为我够看的够专注 我几乎脑袋能把那个电影再放一遍或者那个纪录片 好像我现在就没有看过第二遍 但里面所有的细节我都记得特别清楚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你会觉得真的是不是时间在在你心目当中这过去20年 或者十几年在搜狐你看到现在就是大三的时候 大四的时候进入一个公司 一直到现在拍了这么多电影电视剧 包括演员包括导演 你说时间对你是个什么感受 你是不是最近也有过感触这样的事情 发生了哪样的对你来说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我先说就是冯导的那个纪录片他我跟你有同样的感受 我们之所以觉得看了一遍对很多的内容印象深刻 是因为可能我们看特别认真是因为他击中了你 然后你在读到他的那句台词的时候你其实心里已经没了一点 是的像我们小时候去背一个课文一样 因为他里面提到了一些观点 他映射他自己的时候 我们也会去映射我们自己 对我们的普通以及我们现在做的事情 其实你要再用普通去形容 其实有一点有一点不谦虚了 其实确实是在做一个可以影响到其他人的事 那你又足够普通 你怎么去影响他们 于是你就变得很辛苦很笨拙 甚至他提到的 其实很多时候取决于我们取悦别人的程度 是的 所以这个内容其实比较能够击中我 因为我有几次我自己觉得演员的 高光时刻都是在冯导的作品当中 我不是喷你脸 包括他现在没有上映的那个电影 改了名字叫春天一岁 还没上映的 对 我在里面演的也好 非常非常好 但是他就还是没有被大家看到 我觉得我就是非常欣赏他 然后跟他的合作很愉快 他也很能够影响我 至于你说时间这件事情 给我最大的感受是我经常性的 经常性的觉得以前自己不在了 我经常事实上也的确不在了 从我们的所有的体细胞 多少多少年要更换一次 大概7年吧 对其实对就是一个物理的新人 对你从这个头来也是 就是比如说举个例子 我在手机里可能有人会给我发短的视频 然后他是屌丝男士的某一段 是吗 然后屌丝男士的某一段他很好笑 所以他在传播 而且我最近注意到在抖音上 屌丝男士又有重新抬头迹象 所以因为可能已经过去8年了 可能那个时候上小学生 现在是高中生不入社会 所以他重新的一波观众又产生了 对 七八年一波 我有的时候翻手机别人发给我的时候 我自己看了我也很开心 然后我试图想要复制当时的表演 我试图想要复制当时的表情和状态 我发现我来不了 我发现我来不了 有些肌肉动作只能年轻的时候能做得出来 它是一个心态 就是你看待喜剧的心态 就是我现在的我跟那个时候的我不是一个我 对肯定是 所以你说最大的变化就是我 是在在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伤感居多 嗯嗯 就是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会觉得好 我现在的我不是以前的那个我了 对 当然我有很多正向的变化 对 但我是好像比较有伤感 8年其实听了也没有多么长 但感觉比8年要长的那个变化 对对对 因为你说这个我完全能够感同身受 因为我自己的8年等于我那时候还在小马奔腾上班呢 嗯 然后13年不就辞职了就全世界长马越野跑了这七八年 就我基本上就是好像在同行看着过了一个挺奇怪的生活方式 但是是这样就是我我有一些感受我觉得未必别人能够 能够能够有共鸣 是啊 你比如说我以前在网站的时候啊 嗯 我网站就是你干的活很难被固定的啊被固定的归类为是在做什么 有的时候我写东西 有的时候不写 嗯 把报纸上的东西copy过来 粘贴上去 有的时候编辑东西 对 有的时候甚至你要拿着相机去拍 嗯 去做一首的报道 嗯 我去过大量的电影节 嗯 北京电影节 上海电影节 金鸡奖 我去过大量的电影节 跟我的呃配合的伙伴们 对 其他媒体的呃同行们 大家在一起 然后在红毯的另一段 你拿着这个呃麦克风 渴望着大家走过去的时候能打一个招呼 但是能留下做一个采访的就是更的 不了不得的事情 嗯 但是我现在做那个事情 基本上是从2015年的时候 你开始就直接就对掉 就对掉那个身份 然后你开始走过红毯 嗯 你开始面对话筒 嗯 然后当你面对话筒的时候 你发现还是那些人 嗯 就是还是当时跟你跟你在一起的那种小伙伴 嗯 然后我我是说有很多我的感受 我未必能够非常清晰的描述出来 让你感受的到 对对对 但是往往站在那的时候 我其实特别 特别 我我我没有我没有特别高兴 嗯我没有特别高兴 我没有特别骄傲 嗯 我有的时候就会想他会怎么想我 嗯 嗯 而我值得这样 就是就我更多的时候都是很 嗯 很不安全感居多 嗯 嗯 这个是但是这个是一段时间存在 但是他一定会过一段时间 那我不知道可能还需要时间吧 就是需要时间现在可能覆盖他吧 对对我需要时间去覆盖他 也就是说在当时就像你刚才说到李雪芹 就那个感觉一样 可能什么人都会有类似的类似的 因为成长的过于陡峭 然后呢你需要就像你的这个电影 嗯你就觉得他还没完即向如意还没有完 对你需要过一段时间去 不管叫覆盖也好消化他也好 嗯理解他也好啊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是很难准确的表达 我我我觉得之所以能想请很多朋友来聊天 其实不就是因为的确世界已经发生了很大很大的变化 我们不要假装他没有变化嗯 他就是已经变化了 而我们是否真的跟这个变化理解了 或者我们有很多不理解的那没有关系 我觉得我的心态是没有关系 那就聊一聊嘛 嗯 我们不指望要聊出个什么真理出来 或许可能就是一次一次的交谈 可能就是蛮好的 就很对吧 你刚才给你父亲的聊 就这样挺好的 就大家说一说感受 嗯以及对一个事情的啊看法吧 是的 因为现在吧 嗯 其实呈现出一种啊状况 就是说声音越来越趋向于统一 包括网友们的评论嗯 其实有的事情在整个大的评论体系下是非黑即白的 是的 是但是人是非常复杂的 充满了力气 有的时候上 我觉得是非常复杂的 嗯 你看到的很多事情都只是他的某一个侧面 对 但是大家已经不太关注真相本身 嗯 其实关注的是关注的是情绪本身 或者说你是否跟我的情绪嗯 是一挂的 对对 所以我我觉得就是呃有这样的机会 比如我们聊聊天嗯 我其实都觉得挺好的挺舒畅的嗯 嗯 如果有一天比如你的观点和我的想法 咱俩其实不一致了啊 嗯 针对这个事儿 但是我觉得说出来 我不一定要理解你 你不一定要理解我 但是说出来 大家摆在这儿嗯 就展示出来啊 就这个意思 然后别人去看也都ok的呀 对 我觉得啊 而且这样的话让现在大家觉得一定会有很多人 其实内心永远是需要去参与这样的对话 或者倾听这样的聊天 嗯 他自己可能已经遗忘或者意识不到了 这是因为毕竟时代在碎片化 这个这个是一种阅读吧 我觉得 对是一种阅读也是会对你的心智模式是一种放松 也是一种按摩 而且是你的内心需求 嗯 我们我们几千年 比如比如说几千 可能上万年来的进化 就是在这个对话交谈当中 嗯 然后互相互相的启发 嗯 然后才能文明得以延续 而不能像现在真的 这你说 你想想两千年前 亚里士多德跟柏拉图齐也就那么聊天吧 或者你说的孔子和孟子 这他们哪写书啊 他们才不写呢 他们不就聊天 然后他们他们那些徒弟们去写书记录他们聊 这个说的是极少数极少数 但是骨子里面是一样的 绝对就是大家对于认真的交谈的内容是渴望的 那么故事就是其中的一部分 所以我们后来有了电影啊 有了小说 所以现在为什么网上 我说大家都是很短很短的 无法形成真正的彼此的理解 所以就会出现你那个问题 就是那就关心情绪 为什么因为他已经没有耐心去认真的 别说阐释自己了 他连倾听都做不到 他哪有耐心再去做自我表达 他就扔一个词 对吧扔一个句子 马上要那个计时的那个反馈 我觉得我其实有点 这次我不管我说不说得了 我说我也不知道我能做啥 找找朋友聊聊天吧 以及这个东西理论上啊 我觉得国外目前都有 为什么国内不太多啊 也国内也有了 但主要都是音频的形式 对视频的方式聊嘛 因为我特别喜欢综合格斗 我看一个比赛UFC 然后他们里面有一个解说员叫 这个人他不只是在这个体育的解说领域 对他其实在整个的这个这个播客 他是排名最高的 对No.1 Joe Rogan 他的节目叫Joe Rogan Experience 对他也会请一些非体育界的朋友 也是就这么聊 他那个那个对他也他在那个节目上 他也很放松对 然后往往很放松的状态下 往往还说出一些比较漂亮的话 是的 我觉得这个挺好的 他已经做到了 因为他现在已经更新了1500多期 我做这个事 我希望能够向他致敬也好 或者向他借鉴也好 比如一未来能不能跨界 各个领域的朋友都来聊 二可不可以真的是就是轻松的漫谈 并且大家还真的愿意听 第三能不能保持持续性的输出 就你做了那么多年记者 他体能好 我也是有点体育像 我就是以在这个电影行业里面体能 而大家知道我应该比较擅长耐力运动 所以我觉得我看Joe Rogan做也看了好多年了 但是碎片化来看 我也完整看过那么几 比如Elon Musk去过两次 咱都看过 然后前这不是那个坎爷都去了吗 没懂 你上来就问 你为什么选 你为什么想当美国总统 然后就开始聊坎爷还在聊聊什么音乐 大于政治 音乐大于一切 慢慢聊 这种感觉面无表情的 你知不知道作为美国总统 你需要处理处理以色列的问题 处理整个国际关系 中国气候变化 啪啪啪就说了各种医疗 各种社官保 然后他镜头一切 然后坎爷面无表情 然后20秒过去了 真的就是 那也是很精彩的 就特别搞 但是他们俩聊了三个半小时 将近三个半小时 巨斗无比 所以我有时候就看他们聊 就是我本来是好多年前 一二年那个时候 我比较关心美国大选 然后就看他们 他是很多 就是大家讨论社会问题 然后就什么频道都有 看着看着我就 就已经看到了这个肉根 我是因为看综合格斗 对 他应该是最好的解说演 他是练跆拳道出身的 他自己打的也很厉害 对 他自己打的也很好 但实际上他在那个之前 他跟你是同行 他是一个stand up comedian 他是做单口喜剧的 他是一个很有名的 单口喜剧俱乐部出来的 你刚才说他跟你是同行 我脑子里飞速的在想 他是记者 因为我做的事挺多的 所以我在想你说的是啥 就是这个确实 他是我发展的过程当中 他一个特别的现象 对 我不觉得我的其他的同行 就是我指的是拍电影的 对目前的这些同行们 他们有像我一样 就是说这么丰富多变的事 还真是你想想现在 咱电影行业里面的 真就是导演啊 好像跟你这样的导演 顶多我觉得跨三个身份差不多吧 你比如他也许摄影师 他后来是导演 他又是演员 他后来是导演 他又是作家 他后来是导演 我觉得谁跟你比较像 我突然想到谁呢 你看黄渤 算吗 他他首先 他搞个乐队 首先他比我优秀 其次呢 就是他乐队 然后呢 演员导演 他有三个 他他们就是我 他以前什么都干 对吧 你想想 对但是我是就是实实在在的职业 就是比如我在搜狐入上班 对对对 上班 这个不一样 做编辑 然后然后我写了三本书 然后我做主持人 我做了很长一段时间 这个没有 这肯定没有 我的意思这不是一件好事的 这不是拿出来要炫耀的事 所以你说他是你同行 我脑子里面在想他是主持人 还是他是什么歌手 因为我自己还写歌唱歌 对对 就是这不是一件什么好事的 所以我觉得专注点挺好 我那个时候就15年 见面前要上映的时候 我记得挺清楚的在万达搞一个活动 然后呢 我去上厕所 然后我就在那尿尿 然后旁边呢 就是另外一个男的 然后他也在尿尿 然后他看到我呢 他就说 他说这待会你主持 他这一句话其实挺影响我的 因为那个电影是我导演的 就是煎饼侠嘛 所以我我认为 我认为就是受邀来参加这个活动的人 他要么是媒体或者是 那至少是对 从业人员 就反正你这一 刚来干嘛都没搞明白 就是你来你应该知道 你来干嘛的 对对对 导演是谁 但是呢他他他这个看着我 他就说 但是待会你主持 所以这个事对我影响挺大的 就是就是让我意识到 其实我的那个身份 其实无论你做的好不好 但你做的时间挺长的 然后大家对你的印象可能第一第一印象就是说哎能想到的是这个 所以从那以后大概就是15年吧 从那以后我就就没有再做这个工作了吗 对就是是这个是主动的有意的去去就不做了 是的 不是因为其他的事啊 是的是的 是因为我觉得还是要专注一点吧 对 但是你像很怎么说 这是我们正常的一个经历 的确是现在你可以完全的专注了 就像我昨天晚上坐在这儿 李肖峰坐在这儿 对我坐在你那儿 因为我们这个机位换了一下 对对对 然后呢肖峰就说他真正认为电影职业导演是他其实期待的是一种365天5 他可以真正的专注的进入到导演工作这样一个职业化的状态当中 当然并不是说365天都是996 是说你正常就是他甚至还举个例子 不一定准确说咱们电影制片厂那个年代就是真是要上班拍电影的 这当然不是一定要羡慕他们 而且说我这样才能安排自己所有的生活 你每天拿出多少时间就你不也有日程表吗 当然是因为疫情 他其实想要去说我们大家是要在一起共同去创作 跟主创在一起 其实其实肖峰啊 就是他能说这些话啊 我觉得他是特别爱电影 他太爱电影了 所以他希望就是说在这件事上能够用一个约束吧 或者用一个形式来统一他 对专业专业 我就是咱们那天在厦门经济奖 然后结束了之后颁奖结束了之后 那个受益人的导演神奥他获奖了 对那我们就要出去吃饭 对虽然我没获奖 但是呢我在那你知道咱们那个酒店离着大马路 有一段距离我们要大车吗 嗯我们从这个地方走到大马路的时候 我在路上碰到了另外一个没获奖的入围者 就是吴玉翰就是演那个半个喜剧的男人 对对对对 然后我说哎你去干嘛去啊 然后他说我去找麻花的那些朋友们吃饭 嗯 然后我们俩就在这段路上就聊了一会儿 当时我特别羡慕他 就我我心里面就是说像开出了花一样 特别渴望是成为他 嗯为什么呢 我的意思是他是有伙伴的 嗯他他跟我分享他们的麻花的创作的过程当中 无论你导演是谁 对啊轮着当导演他们 大概大概这个导演合作的演员也都是麻花系 对对对 所以呢大概固定的以沈腾为绝对核心的身边 还围绕着非常多优秀的演员和导演 是的 艾伦啊对 他们都在对 所以大家可以一起商量嗯 他也跟我说他说我去跟他们吃饭有谁谁谁谁在啊 嗯我平时日常生活当中我是没有这样的伙伴的 明白啊就是创作上我当然可能工作的时候会有很多的同事帮助你处理很多的事 但是我很羡慕他们那样的状态啊 所以就是说回到肖峰嗯 其实啊我想他跟我都是非常爱电影的嗯 然后有不同的面对创作的困惑可能需要啊比如说有的是需要伙伴对需要某一种形式对固定自己啊让自己成为那个越来越专业的那个人对 他呢就是昨天晚上表达一个他好奇的事情他就说 他都想说不行我自己做个什么节目内容他就想跟这导演好好聊一聊 比如说他就想问问张艺谋是什么支撑着他这样的一个创作的热情和热爱 然后无所畏惧啊就特别是你看这两年他70岁了啊 真的是真的是太了不起了 到底这个他他他怎么想就是我就说不行咱一起约看谁能谁先约到一定要真的去 因为你看我们其实没有听过他去表达嗯所以这就是我也觉得很奇怪就是我们媒体好像 媒体的身份去聊这事好像也也不是很对就是你看就是朋友或者同行咱就是来聊你嗯有些问题怎么样比如假装高老师我举这个例子啊他也是精力旺盛的不行不行的嗯电影节啊自己拍片子啊支持年轻人等等 他们一定内心有一有一种力量有一种东西在强大的指引人 对对对还是前一段时间就是几乎在小刚导演那个20年被刷屏的那一阶段对呃一秒钟上映的时候也有一个异谋导演的一个公众号就是人物的嗯当时我看着还是挺受触动的就是说他里面描述异谋导演非常看重评价嗯但不回应嗯我觉得这个态度是特别特别好的嗯 嗯就像你刚才说的你也很少听到他去讲创作之外的事情啊我觉得这是一个就是特别好的一个状态吧是是就就就就把时间看得更加宝贵然后不停的有作品产出是的他可比我们这些年复利好像看上去更强的创作者们要努力辛苦以及产出要大的多没错啊然后你就觉得你自己 其实以前是可以的我觉得啊就是说以前的时代嗯是允许你四年五年八年拍一部电影没错啊漫长思考创作然后拿出这个产品嗯如果电影是一个产品那么大家也会很重视这件事对现在呢好像每天都有电影上映但你只选择你重视的那一个对啊呃不太允许你 嗯四年五年八年去创作一部电影对这可能是我自己的理解所以我觉得多多的创作然后不停的保持产出是一个比较好的状态嗯啊呃真的能做到一年一步的像国内好像好像以前曾经有过一小阶段拍一些成本不是那么高的有我记得说阿甘导演拍的可快了好久没拍了他他也好久他后来转做兼职啊什么的因为我们就说 那么美国你好像吴迪艾伦对吧四十多年嗯一年一步但最近因为新冠疫情他说有可能放弃这个一年一步的背后啊嗯其实代表着他整个这个流程的专业没错太专业了是他可以同时在拍摄的时候另外一个在筹备的然后与此同时另外一个在创作对这个这个这个梯队的养成啊嗯是很难的对啊可能有的人有这个心但他没有这个系统没有那么多更优 优秀的人像一谋导演身边聚集了更优秀的伙伴们嗯常年在一起都是这些我觉得这个这个挺难的挺难培养的但是你看反过来说你其实不正在也在积累自己长年的这些合作伙伴但也会打开自己啊去有新的人加入啊更优秀的人才加入这是一个过程对但我就是还还是时刻就是我我现在还是有一种自卑感吧就像我刚才跟你说的就是一始终不安全 但我估计在过几年可能会自信一点吧那你要既然说到自卑和自信难道你现在此刻依然不会就像我那天在厦门表达我现在咱们在就在我们家我也这么表达就是其实吉祥如意是一个非常厉害的东西嗯嗯我说的很实在就是嗯他的厉害在于很多职业导演和有成绩的导演他们其实不会就连想都不会就这么去想去这么拍这个电影的不一样以及他最终还真的遇到了一些意外的状况 反而让他变成了一个极为独特的文本而这个文本很有可能回到你最初的最初那不管你是否抗拒或者放弃了他会有很多声音出来会嗯我说你要做好准备会有很多人说他嗯可能很好很好的时候你也要觉得你我说你不用完全放弃说你可能会反而要往回拉一拉自己他可能不一定是不是会像他说的这么好哈哈哈但是他试得很好啊 嗯他会非常好我自己的心里也认可这个作品是一个非常厉害的电影嗯但是呢我可以自己这么认为对我比较抗拒就是啊别人的褒奖嗯因为我总觉得事情存在一个平衡 对对有不好的事情就会有好的对有特别好的事情那你就要小心了哎是的我这个同意所以所以我始终都觉得呃那些声音反正我认可嗯然后大家也收获到了就可以了嗯你如果特别当个事啊 如果特别别别太当个事啊就等同于把那些呃不好的声音也当一个事或者说你也就可能允许那些不好的事情距离你很近甚至就发生了我不知道为什么会形成这样的一个一个一个判断但我一直都是这样看的所以说这个这个事的这你说的自信与否我就等他1月29号上映之后嗯我们来看看就是这我就反正大家会反正你又开始看豆瓣 你可能也会去看会会会会看看大家看大家到底能不能能聊出啥来啊不只是豆瓣好像就是能够看到的评论真谛我在电影上映的时候我都会看还是会看对对还是会计较现在还没有到达那个不计较的那个还没到嗯那个层次我前日以为我跟谢飞老师因为我们已经聊过两轮了就他真的什么都聊你知道我就是有点保护他你说有些人因为咱们聊天特别注意啊嗯自我的尺度把握其实咱们都已经是专业的但谢老师这个 真的是我说是到了这个随心所欲的这个年纪但是我又跟他聊你特别开心因为在学校的时候也跟他聊天特别开心他他他他但他说的很实在你看我去电影节看那么多片子最近这国产电影呢有好有不好的但是我就先别着急说啊先说点引进片人家还没上映呢就老爷子就特别爱护你知道吗因为对吧你又不能说对吧就就尬聊硬夸啊他他突然发现了豆瓣是个好东西嗯然后就天天发碰着也发微博也发 豆瓣也发我觉得可能是他现在就已经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就是抓紧他的时间去尽可能去全世界看看我们俩前几年是他在这儿了这个国家我在那个国家我们俩进了隔空各种交流但是疫情他也出不去有参加参加活动呗对希望对早一点能够回到大家都可以交流的那个环境是的就是你你自己在今年或者就到已经到了明年了吗马上就明年2021年你自己其实现在准备的还是电影 还是就是剧以前放一放你对你是拍过去吗我拍剧啊是吧也拍啊嗯我就是 今年唯一参与演出的内容其实就是一部电视剧就是几个月以前嗯在七八九月在赞亚拍摄的嗯嗯去年拍了一个网剧跟段一红我们两个演了一个网剧叫双碳啊反正这两个剧都要播了但他们都是剧嗯只是双碳那个时候呢他是按照电影的标准去操作的 啊就是把一个电影拆分成十几集啊嗯嗯嗯我们没有感受到在拍剧啊啊呃三下这次是感受到了啊就是在拍电视剧啊明显明显啊你大概一天要面对大量的词要赶紧说完电影电影的十倍表演量吧啊天呐电影电影一天你拍了0.5 0.8页止或者一页止啊对这你就来个十页七八页十页了啊哇确实是这样的呃 有有有有有有不太一样的感受吧但未来的就是如果我是导演嗯工作重心还是在拍电影ok至少目前是这样的对呃接演剧呢是因为呃我有一些工作人员然后呢他们会说服我嗯呃会说服我比如说电视剧在播出的时候看的人会不是一个人群啊会会让你所谓的国民度会更提升一些 对呃同时我这个人就是我是我是性格里一定有弱点的嗯我反复的呃在在在思考我自己的问题的时候我在想我有很多弱点其中就包括我不太懂得怎么去拒绝其他人嗯呃所以如果身边的人都在劝说你说你去拍一个什么内容其实也许我自己心里没有特别有底的 的基础但我比较在乎别人的感受但是这不只是感受的问题他是不是也是必须在从商业上考虑毕竟比如说你是不是也有一些比如说你公司运营团队的一些压力有些你说吧多拍点戏多赚点钱也是对大家都好其实对我来讲还好因为我自己不是特别在啊这件事情上嗯很敏感我不是那样的我自己还好我的意思就是你举个例子就是那个嗯在三亚的时候然后呢 正拍着戏呢突然有一天呢就来了两个人他们是演员请就位的负责人然后呢他们是从杭州坐飞机去的对我当时我就觉得我要不去这节目的对不起他们就是就这种感受我就觉得你们其实可以跟我比如加个微信聊嗯我们可以视频聊但你要你要从杭州飞到三亚只为了在我收工的时候跟我聊几句对然后我说我们一起吃个饭他们步了我晚上的飞机要回去我就觉得哎呀我的妈我我真的就是我压力很大就我 如果别人这么对我我自己的压力很大对于是呢我就去参加了节目就等同呢就是你说啊聚但是我自己会调整我那个那个那个看法就是也许我去的时候不是心甘情愿去的对但我参与的过程当中我一定要让自己心甘情愿了你的这一季节目因为前几节我看了后后几节完后面是现在结束了吗我还没看啊就是你你觉得这几个导演怎么样就是参加这种综艺对你来说这是当然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邀请然后你你参与了 因为我的确是他的网上太多话题了到导致的对吧这些包小四这些争议的都有很多的热搜这个实在是你觉得这个对这些创造者你觉得呃感觉如何你觉得是他们就应该的你既然来当公众人物来参加这个节目这些热搜这些不管是节目组安排还是网友自己给搞出来的你就你就接受就好了你就面对就好了还是说反正你你觉得这是在你的工作重要的一部分吗还是说我觉得呃 我就没有办法去讲述其他人嗯但是就凭我自己呃的感受啊那对我觉得如果你自己把自己定位成一个创作者一个导演的话嗯那么你的阵地还是电影对所以这些综艺节目他其实并不是你主要啊的战斗的一个场合对于是呢在这个上面的 评价是否好与不好其实很难左右到啊怎么说就是你用一部特别牛逼的一个电影放在那也许所有的好就就所有的好与不好其实就会被他覆盖掉因为那是你的主战场对对对因为我想说就是我明明觉得这个节目其实对于那些演员们嗯更重要嗯对于这些评审的导演们嗯我觉得这个节目没有那么重要嗯 嗯对吧因为导演有好保险说他是拿作品说话那演员但是他这个节目就是他他就是每个人嗯做呃 不同的人做同样一件事肯定出发点是不一样的对啊所以呢我不太了解其他人他们一定有各自的原因嗯有的可能就是这段时间呃工作比较空白然后可以填补自己的工作空白对有的可能真的是因为 邀请的诚意很足然后呃从收入上来讲很客观嗯这也是一种可能当然当然当然那对于我来讲呢 其实很简单就是他们特别充满诚意的邀请我然后呢跟我说了一件事说你你可以在这个节目的过程当中拍一个片子嗯嗯因为我是看了上一期节目的对啊我觉得啊对于目前阶段的我来讲被大家看到我自己的导演能力这件事挺重要的是的因为 嗯呃长篇的产出你比如说逢人集约队是17年的事对到现在也过去三年多了对到了21年呃 嗯几下如意的上演可能四年了四年了跨越了四年对也就是说你作为一个长篇电影导演的产出其实那个频率没有想象中那么快的对但是在一个节目上你如果有机会拍个片子而这个节目是一个大热的节目呢大家还是会看到这个片子嗯进而去认可你的能力嗯这个这个是说服我的其中一个原因啊嗯所以所以这是我自己的原因 那么当然过程当中也每一集可能说了很多话然后被大家嗯呃各个角度去解读 然后很多人骂我啊嗯很多人骂我但是当那个片子播了就拍了一个花木兰嗯那一片子播了的时候也收获了一定的好评哎那这个是我的这个出发点啊我觉得哎你至少完成了你原初的对对对对他符合我的预期对嗯那这个是在一个就是说你自己的一个一个判断下就是合理判断下因为当你答应那件事的时候你并不会知道你要拍什么嗯不可能提前那么早去准备那个内容 同时当你答应他的时候你甚至都不会知道你会合作什么演员因为我那个内容是就是在上一个阶段已经淘汰了的演员然后你去选几个去合作对你不是像其他的导演一样就是你有主动挑选的权利的当然呃同时我合作的那三位演员非常优秀呃这这感觉好像又是另外一个宿命嗯嗯就是就是就是我我我挺清醒的就是我在接受邀约的时候我就知道我能把这事做好嗯啊我就知道我会 把这事做好无论他是什么嗯当然同时也做的还不错因为你只有两天的时间去拍嗯嗯嗯这个是我的心态这个题材也是你提前呃呃是提前想就发他会到时候告诉你说要拍花木兰吗还是不不不不不你自己他他他他在那个赛段的时候他说他说你就是说每一个导演拍一个翻拍的那经典的影视影视这是你自己选的吗啊是啊因为他给了我几个方向说你可不可以啊 那种那个疯狂的石头或者疯狂的塞车又或者你自己的内容他他其实提供那些东西都是喜剧项我的意思说他会带着一些判断来对他是喜剧项他希望拍喜剧但是我我自己就是就是我也不知道怎么怎么说啊就是当别人特别渴望你拍一个喜剧的时候我总想告诉你我其实不只能拍喜剧嗯我知道你希望我是产出什么样的内容但是我想告诉你其实我我我还可以有别的可能嗯 所以就就第一件当时这个事产生的时候呃我的第一个念头是我想拍动作戏嗯就是就是因为我觉得只有两天的时间大家去拍那么怎么样让你的内容呃被更多的人关注到觉得拍的不错是与众不同嗯那我我我不认为其他的人在两天的时间内能完成呃动作戏因为动作戏的拍摄其实非常的复杂对而而我就做好了这个心理准备 就是说呃我们去拍一个动作戏所以最开始念头是想拍一个沙破狼哈哈像战我真的啊但是到了那个阶段就站在台上的时候一看没有几个男生了就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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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你可以去去合作的演员其实空间是挺有限的女生居多嗯然后男生比较少嗯啊然后女生里面呢又有一个就是霓虹姐就是我觉得特别的好对我想跟他 合作是我想跟他合作我也觉得他挺遗憾的没有进击对所以就就就就就一起合作了这个内容对他是一个比较极限的创作吧就是非常有限的时间非常有限的时间去写剧本然后筹备然后拍摄然后制作后期然后就就上整个这个整个这个流程走下来可能都没有超过两个周吧应该大概八九天就把整个流程走下来反正就后期反而给的时间也不充裕啊对对 但是至少他们就提供了呃给你预算团队一个一个一个机会就是说你可以放在这展示一个你的内容嗯至于你拍的好与不好那他们也控制不了其实某种程度上其实要导演某种也要是个小小的考验也就是说也是要不是说哪个导演在这么限定的48小时之内就是前期拍摄的部分啊就能够交的特别好针对这个节目啊我觉得大家 还是心态不同嗯然后呢创作状态也不一样嗯嗯以至于最后的呈现呢嗯也不太一样对大家就是都是很成熟的也很优秀的导演但是心态不一样参与的心态不一样嗯那那那到最后大家看到的呈现也是那样的嗯嗯我觉得这个节目是一个挺挺挺有意思的 一个事啊嗯就是我也在想说哎参加完了之后那么多的人骂我当然也有一定程度的人去鼓励我嗯那么到底是这个事是在我决定要来参与的那一刻是做对了还是做错了呢嗯 然后我不停的问自己也跟朋友们交流然后就回到我刚才回答你的问题就是我得到当然也许他们是在劝我了嗯大家说还是看活说话吧嗯就是这个毕竟你不是一个综艺节目导演对你你到最后还是要交交你的这个成绩给观众嗯 所以如果你的下一部电影呃内容足够就你自己自信内容也相对比较好的话那可能骂你的那些声音可能也会被稀释一些吧其实他他按照刚才咱俩聊过的那个话题其实可能就是因为就是天下大事喝酒必分分酒必合如果你的好运和恶运他其实好和坏的两侧的东西他是交融在一起但我就铺垫你后面可能会好一点对骂你先来一波我有 对我有一些想法我就觉得嗯嗯我不知道我怎么表达他是一个合适的啊因为我在准备要说的时候我就做好了准备是不是会有人来攻击我啊我想表达的意思是就前面我们也说过嗯就事情真的不是非黑即白的嗯嗯我喜欢看到别人的长处和优点对啊在这个节目当中其实我以前不认识郭敬平 嗯然后我们也没有什么私交一到现在我们都没有什么私交对呃我能够看到的他呢我觉得挺强大的嗯因为他瘦瘦小小的就是说我在想啊嗯他的成长的过程当中他从小上学的时候一直到他参加工作啊到现在受到这么多的关注他肯定内心贼强大对当然他内心贼强大他才可以做到今天这样是的不然的话全都给你就就就就打垮了击碎了所以我看 看到的是这一部分就是说我做不到以及我觉得他呃就是有优点的一面嗯当然他肯定也有很多有争议的一面那肯定但是我也不觉得需要去特别的放大他因为在不同的事情上嗯可能你你真的这个事情你哇评论完了我有我的立场我也跟你们一起去评论但是下一个事情也许不是这样的啊 对那是另外的事情对我我觉得这个节目就应该把这个节目上应该出现的事情给他聊明白了然后不是不是聊明白而是说你把不同的观点全部摊开了所以我只是打到节目的目的就可以了嗯呃我会跟大家交流我这样的想法嗯但是有一些就是就真的还停留在那个事上的人对于呃郭一鸣本身他可能有自己的判断嗯那判断相对固化是的所以当你说已经不是这个事了啊我先说的是他我就觉得 他有一部分优点是我不具备的嗯呃也是可以尝试向那个方向去努力的但是不接受嗯就是包括我自己身边很多人都都都都都也是这样的我觉得一定是呃郭建明就甚至是我跟我合作的编剧你想呃宿标我们两个那么熟然后呃煎饼霞发生机都是我们一起写的对突然有一天开会的时候他说你在节目上为什么要要要要挺郭建明啊 嗯我说我说我说这个会影响你对我的朋友哈哈哈哈对啊对他说嗯会的哈哈这是我们那么熟那么好的朋友对对对他他他会跟我分享他的感受嗯是那个事明明就是就是首先播出的节目是经过剪辑的对你并不知道现场真是发生什么情况对其次我作为在台上平衡关系的人我希望这个话题赶紧结束嗯所有的人都在针对一个人在开炮那么你也要去 踩上一脚吗嗯我觉得我觉得这个事情很容易理解为什么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会有主持人为什么会需要真正专业的对吧我觉得这个主持人在就在我在我来讲因为我是当事人吧对我可能那个时候经历着那件事在我的脑海当中可能比如说一场争吵无限长的时间可能真的这些事他们讨论很久但节目当中很浓缩成比较精华的部分嗯但很久的那些作为铺垫你可能情绪已经就到那了是的 观众只看到了那些被压缩后的部分所以所以我觉得他比较有价值的讨论就是说大家要允许不同的声音出现然后呢呃抒发各自的观点嗯要要开阔一点嗯开阔一点然后你你你你不同意他也是没关系的嗯但你不至于只有一个声音他是唯一的是的他是他是网上我看网上有很多评价是很 这是真的很很好有的时候网上的评价你是觉得嗯虽然你也说你会看啊像刚才张一谋当然都会去关心别人的评价但是他可以不回应但是你自己呃你会你真的就会呃觉得那些东西很重要吗嗯不是我我说我说骂你的比如说就那负面的啊我觉得挺重要的重要的比如说的角度是什么啊你觉得对你重要因为我想提醒自己啊周全的人吧嗯呃就会让你说平衡一下就是对 这是我的心态方面这是我的一个一个一个性格的原因嗯就是我不享受所谓的黑哄就是我不享受啊别人那真的是硬碰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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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凯克导演在节目上说过一句话说好宣传坏宣传到最后都是好宣传嗯然后我就跟我同事说我说我就想要好宣传我不想要坏宣传嗯啊真的真的真的啊凯克导演作为过来人他肯定面对过各种极端的 情况所以他总结出了某一种规律但对我而言就是你现在比如咱俩现在一为一啊对你说我不好啊嗯我我想我想跟你跟你探讨我说为什么这么说对根源在哪对是你看我长得不顺眼还是说我做这个事我说错了某一句话嗯那么我告诉你为什么我这么说对对对然后我看咱俩能不能和解你说还和解不了啊那你说服我就是我我我我我是这还是理性啊这是理性啊但是点对点的时候呃当你点对面的时候 就变成了无数的声音虽然他们比较统一但那个声音是一个声音啊对但是他是无数的人嗯嗯嗯所以我我我还是目前这阶段还是会在乎嗯但也许未来某一天我也我也不在乎了啊嗯我觉得这个是个性格的原因就是因为我明明不是那样的呀就是哈哈哈哈就明明不是那样的你为什么要这么说我想跟你聊一下对对对对对可能真的是是一个性格的原因就是还是希望能够做一个比较 比较周全的人吧这个周全这个体面吧我觉得呃体面当然也很重要但这个周全其实跟你说嘛你你可能跟你的成长经验跟你的团队跟你的工作的跟公司的关系其实都是一个延伸啊对是是是我觉得就郭郭静明是一个真的是特别独特的一个案例因为我跟他交集很少跟他在上海开国会待在公司我们就嗯那么一两次的这种啊工作上的关系但是能明显的感觉到就是他有自己完全不一样的 这种内心的强大的精神世界嗯而且他一定可以把自己的道理讲的他试图去自洽但有时候我觉得他是嗯的确自洽不了所以就会引起了嗯巨大的争论就是你在好像你能够自洽嗯但是大家也会反对你那个就说明可能到这个矛盾到激烈一定程度了嗯这样的节目我觉得对观众来说还是爱看是有理由的看人吵架嘛这谁不愿意而且还有一个一帮说他无辜也好说他不 无辜也好这帮演员你相信这次的演员其实水平差距太大了我觉得就是就拉的很就是好的真的特别好你真的一看有些还真的不太就还没太入门啊呃最开始接到名单的时候40个人然后他们给我打了那么照片然后简历啊就是有很多人我是需要重新认识的因为因为呃有很多年轻人我其实之前不了解对嗯但是总的来说他们其实已经都是这个行业当中非常幸运而且有 实力的人对因为他们简历基本上没没超过就是都是主角啊都是主角啊然后反一嗯呃男二就就到到头了嗯他不会是一呃配角就是呃他们就非常幸运了嗯所以在这么多的演员当中你最后呃因为宁公姐对他印象都特别特别深啊就是这个演员反正真的是出道又早然后你会发现他像这种 就是演员在中国其实挺多的但是现在就是缺少这样的机会你会发现我们现在 机会的确是普遍的给到一些更多的年轻人啊这个人到年纪特别是女性啊啊女演员前这不是这次在海南不是还有个女性论坛吗嗯我我就跟姚婷婷也聊过然后包括阿美他们都参加那个女性论坛你是觉得现在这个 男女的这个问题在电影行业你会感触是 的确是有很多问题或者说比较突出吗还是说在变好我我没有 我我我其实没有意识到就是说他能成为一个问题啊因为因为我我我自己是觉得嗯当你把它拿出来单独来探讨和聊呢就本身就是对于这个事的推不出来了啊这是这是我自己的想法嗯因为我觉得啊男女之间一定有差别他从生理结构上对啊体力耐力上一定有差别对所以呢 那社会分工是一定存在的不可能完全一样啊啊所以呢你去你去认同这一件事情 然后呢呃就是怎么说呢现在很多的声音嗯我我我自己啊嗯代表我自己我觉得是鼓励女性活成男性嗯嗯 然后然后然后觉得这是平等嗯但对于我而言我觉得不是说你要去鼓励女性活着男性而是说你要让女性变成女性嗯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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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是差别所以我我我从来没有看到这些问题的存在嗯因为我也会在选择我拍一个短剧的时候我就拍一个女性的题材对但我也没有觉得我是主动说我要拍一个女性的题材因为我主动说拍一个女性的题材她是有一定的讨好嫌疑 啊明白或者说你你发自内心的你有一定目的性嗯但那就是滋长起来的如果适合男性来演就是男性的对如果适合女性来演就是女性的是的这个是我真正我自己认为的平等因为我自己作为一个男性我说性别意识这个是天然的我们只是以我啊我能想到的就是让女性更我们鼓励女性有更强烈的性别意识嗯嗯因为我作为男性嗯我觉得我们如果真正的性别平等的话 我们就是就是就是男性肯定是大家互相包容啊女性的男女之间互相包容但的确是让女性因为过广的社会整个我说上千年了特别中国啊全世界可能差不多对的确女性受受受受受地位不平等这个发展的确是社会分光也好阶级不同也好就是重男轻女也好这都是一些传统的延伸下来的嗯就是让这个他们能有自己的现在自主意识而且现在的确是因为咱们这个孩子嗯你只有两个孩子你看之前80后这一代好多都是就就一个孩子嘛嗯 嗯就是独生子女嗯那你是个女孩那我们也得把你培养好那家庭所有的教育资源也都给到你哎你看现在其实很多我们这些现在独立女性嗯他们真的活的我觉得就是可能在全世界来看这个年龄的女性如果横向比全世界的嗯中国这些年龄是在城市里面啊没说我就是还是就比例上一个很优秀的啊就是因为他经历了这一代中国高速发展家庭条件好了倾注在孩子上的教育资源嗯基本上是是 有啥给啥啊嗯然后让他们就获取就是自我执照我觉得就是说呃落实在电影行业嗯呃我其实觉得各个年龄层的演员都面临着竞争的压力对实话实说啊对比如说五岁的孩子的演员你要找一个你要找一个五岁的男孩或者女孩演出电影里的孩子对但他也学 需要面试啊对对对然后然后真的你是从娃娃就开始竞争对他也需要竞争嗯啊但我们也感觉到你不觉得现在小朋友的演员就特别厉害从隐秘的角落到各种就是小朋友现在演戏怎么这么这么狠我觉得因为你进化了你再往前倒五年十年那些你能够用到的嗯小朋友的演员大部分其实是比较模式的 对他们是那种呃艺术艺术班哎对对对出来的会朗诵的那些孩子所以他们的目光他们的举手投足嗯都是有套路是的对但是现在呢呃因为他们的父母是我们这一代的人对所以有很多的父母呢他们也没把孩子送到那样一个统一的训练体系下嗯呃比较野生嗯这个时候呢就会看有的是有天赋的对表演欲望 很强同时呢导演导演们嗯的审美也在产生变化对啊为什么会有那样的模式去培养小童星是因为那个时候的审美模式觉得是那样是好的对它不是一个好与坏的差别它是一个啊松弛程度然后表演状态的差别所以那个对于表演的审美在变化我觉得呃这一代的人开始拍摄嗯这一代的人开始当父母对然后他们的孩子 嗯有可能在影视剧里面呈现的那个松弛状态跟以前不太一样这些年轻的孩子们或者演员你自己有过感觉跟他们谢谢有什么特别不一样吗比如说跟我们年轻的时候那个差别都十几岁二十岁然后一出来不管是对这个行业的理解还是说对整个这个事情的热爱天分什么的会有明显的不一样吗呃我觉得会吧因为我在仔细的 考虑这个问题怎么说是因为呃现在的孩子们他们一出生的环境他们玩东西跟咱就不一样他看东西就不一样以前你你你你我小的时候为了看一集货元甲那真的是还要跑到亲家这么大的一个黑白屏幕对对全世界但是他们现在的屏幕很多的对他们有手机和iPad对他们他们眼花缭乱的在迅速的吸收吸收组成并且模仿然后在在在表演的时候模仿出来对 所以我觉得他肯定不一样他因为他是他的见识不一样肯定不一样这种不一样你也不能说是好了是不好了但他就是不同然后你要接受这种不同因为你很难在这个这个时代的当下你说就是让孩子就完全远离这一切好像回到我们小的那个时候很难做到让他谈溜溜啊哈哈哈包括你刚才提到小刚那个二十年前的纪录片嗯然后你看有个细节就徐帆那么洗脸都是用肥皂香皂啊对吧 擦皮鞋呢对对擦皮鞋哇然后就现在好像不太擦皮鞋了啊大家对好对好像说皮鞋还穿可能是也不太也有人穿皮鞋啊但我但我们不穿皮鞋我们就不知道上哪擦皮鞋对对现在大家穿运动鞋越来越多好像在城市里面所以整个就是社会的变化包括电影的变化你反正最好就就闲聊点你对2021年什么样的心情 就是经历了这么不太大家都不太顺利全世界不太顺利的2020年你2021是什么样的心态啊呃我希望世界早一点恢复沟通上正常呃这是包括这个这个物理距离人与人之间的对就是我希望早一点回到那个时候因为现在吧就是比如刚才我们在对谈的时候你也提到过啊美国什么就是你你你你 你说起过啊这个事当你说的时候我紧张了一下还啊我我还我还没想我说哎我说我为什么要紧张啊其实其实不需要吗对吧哈哈哈哈那我为什么要紧张啊就好像我觉得就是这是我要去思考自己的问题对以前好像我们说去美国度假或者在那对啊游个学或者在那工作一段时间嗯嗯都是可以很自然的大家在表述 嗯现在为什么不是这样的呢然后呢我希望就是说我对2021年希望大家都能沟通起来哎哎哎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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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较重要包括你拍导演本来就是搞沟通工作的嘛这个但现在这个世界我们看啊好这就好莱坞也是他们能不能他们好像比我们还惨他们从生产他们从影院对比比我们还惨就是但但但但没办法那是美国他的他的确是有他的国情的问题他的的确大家现在你看他 他现在还是水深火热嗯他正在打那个疫苗呢啊我估计到中国轮到中国咱们估计这个疫苗是不是也在也在来一轮啊我猜这2021年可能还是一个过渡的一年就这个因为他就像他疫情爆发他是个突发的他现在如果这个疫情要结束他也不是呱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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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呱� 呱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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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开始介绍 你会觉得没有那个杂音了 他的那个介绍是很悲壮的一件事 然后你突然就比如说刷手机的时候 或者他们播放这个精彩的曾经的集锦的时候 你突然看到观众你不适应 就原来以前是这样的 以前是在这比赛周围有那么多的人在欢呼 那是他们的生活 那是我们跟这个世界交流的方式 然后你回到现在一个笼子里 然后没有人 你就会觉得就还挺悲壮的 所以就是希望世界能够早一点回到 就是大家能够自由的去大家至少 沟通聚集分享 是的 这跟电影院差不多 你说这现在你家这个大屏幕这么大 我一进来我说这多大 你要坐在这 真的可能比我在电影院里享受那个屏幕还大 因为我让它更近 对对对 这个比较早年的70寸 但是它还是没有办法去取代 除非你就是自己想看一个片子 或者你跟爱人和朋友去分享 对不一样 但是你到电影院里你是跟陌生人分享 他那个场的奇妙感受是你有一个你 即将阅读的陌生的故事是跟陌生人分享 也许坐在这边的是一个你不认识的人 对 但是你俩同时看到了一个感动的地方 你还想哭 你也不好意思 然后你看着他 他也不好意思 他哭了 你也哭了 然后你就觉得这还挺好 就是大家一起哭一起笑 那个是电影 是聚集 对 我觉得这种聚集实在是可能 我觉得2021年到22年未来这几年 全世界就看看慢慢的去变过去 因为真正稍微的跳出来看 可能这点事也也不算啥 反正被我们赶上了 对 你可能我的说是十年甚至几十年的尺度来看 反正没隔几十年总是要遇到点全世界范围的事 现在好像咱已经遇到一轮了 也还行 挺好的 反正长远的来看 然后不管是未来 是火星开伊隆马斯克不是说2050年 要把人往火星开始运 我说你跟我们都能见得到 赶紧50年赶紧来 对吧 管是什么 这个赛博朋克2077 他能不能见证着就往那个方向走 谁知道呢 所以我自己觉得拍电影也好 就是大家可以把所有的扮演上帝 从你今天说的写剧本 你真的就在去一个又一个的重新建立人物 建构世界 还是挺满足的 就是说你用到这个词汇扮演上帝 其实某一种程度上是准确的 因为你可以决定他 但是呢你又不能去扮演上帝 我的意思是说你又没有办法作为一个创作者 不尊重那些角色自己的决定 就有的时候啊 所以会不好看 如果你不尊重了就会写剧本最好的状态是什么 你先确定这人物比如说他是38岁 他是特喜欢运动 然后他呢一个人住啊他在北京 对之类的你先把这些 圈定好对 然后呢你写了个故事开头 最好的状态就是说你发现他在流淌 你发现你其实没有想下一场戏的 但你写完了这场戏就只能就这样 你就知道他要去哪 是的 那个是最好的状态 哇 所以这我对我最后一个问题 这个吉祥如意你还是像传统电影一样 会去跑通告全国巡回还是这些动作会有 也是都会去做的是吧 还是昨天开了一个宣发的会 然后大家比较明确的就是说会去一些 作者电影 就是他们他们有统计的嘛 作者电影产出率比较高的城市 这样个别的吧 非常个别 不会像以前一样再去跑十几个城市 因为那种传统的发行行为 有的时候更是一种与当地影员做好关系的 一个安排 对 所以可能会产生一些变化 再加上今天疫情 可能你也走不了那么多地方 对 也不要让他再聚集 因为毕竟现在国内 你看我们就是偶尔零星的有 我觉得当然现在好像已经接受了 我觉得我们已经不会心慌 我觉得最早上半年的时候 大家有点打鼓 因为对这事其实不了解 所有的这些焦虑 害怕都来自于你不了解 就不知道 对 不了解 所以主要是咱们聊聊天 就是彼此再增加点了解 虽然认识一年了 就是老在哪见 但是其实真做下来 这么聊还是很少 下一次反正明年先祝你顺利开机 顺利拍完 然后至于到时候看你的时间安排 我就抽出空 在这儿你说的 找一个好的时间点 对 随时来聊天 然后那个时候 你可能又有新的一些感受 没准你是吧 你就是演员请求给下一集又去了 谁知道 对我也说不好 因为时常就是只要网上人一骂我 我就说再也 谁找我都不去了 都不去了 但是你就是结束了之后 你还觉得 诶挺好的哈 那段时间吧 就是大家在一起 无论你说什么 你是沟通 对 你听一些不一样的看法 你觉得你吸收 你哪怕你就吸收到一句话 你也觉得你吸收 而且你毕竟是跟一些 还是很有才华的 人在一起聚焦的认真的较真 对对对 这个事没毛病 就是当然观众就消费的是这个 而且被说实话 我总是觉得那导演 那个剪刀啊 他在扮演他的上帝 给你自己剪出一些细菌性效果 咱都懂 但是没办法 既然来 同时你要站在他的角度 你觉得如果我们是他 我们好像也要这么做吧 因为大家的角度不一样了 所以说反正我们就希望今天 聊这些啊 然后我看看过几个月以后 过一段时间啊真的 只要你觉得 雅迪是不可以再聊一会儿 或者下次不一定 没准跟赵云俊一起 不一定跟谁 咱可以三个人都可以 对对三个人聊也会有 对就是咱先一对一聊嘛 聊完了差不多 对就是ok了 那就可以一起 对多点人来 因为我看你说那个rogan 对吧他就是就是 我那天看他把David Chappelle 都叫过去了 我觉得就是没有规则 对就是 是非常好 你看这桌子 你看这桌子我跟你说 这桌子可以拉开再长一点 对这桌子是可以掀开的 再来一截 不这不怕 这么怕人多啊 哈哈哈 好吧 谢谢大方来 各位的谢谢 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儿啊 开放电话 期待跟大方的下一次啊 拜拜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